高粱米怎么吃? 高粱米的食用方法和大米差不多,可用来蒸饭、熬粥、做水饭等。 高粱米熟食有健脾异味冲击养生的作用,但高粱米比较硬,在蒸饭或者煮粥时,最好提前用水浸泡一下。 高粱米俗称鼠鼠、炉剂、胶草等是高粱碾去皮层后的颗粒状成品粮。 紫粒呈椭圆形、倒卵形或圆形,大小不一,色则有黄色、红色、黑色、白色或灰白色、淡褐色五种。 按其性质分有精性和糯性两种,粒质分为硬质和软质。 高粱的主要产区集中在东北地区、内蒙古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丘陵山地。 它是酿酒、制醋、提取淀粉、加工仪糖的原料。